來到飲料店買了杯去冰綠茶 不過拿起來搖一搖 裡頭怎麼會還有冰塊呢 為什麼去冰還有冰啊 去冰還有小碎冰 直見店員急忙解釋 去冰本來就有小碎冰 隨後趕緊換了一杯 完全沒有冰塊的綠茶遞上來 這是小冰果嗎 還是微冰 微冰 微冰還是微冰大 吃飯吃一杯 原來這還不是個案 有民眾來到同家連鎖飲料店 買了杯微冰綠茶 不過撕開封口一看 冰塊竟然佔了一半 飲料喝沒幾口就沒了 所以自己要調整 對 你要少冰就要點微冰 對 如果你要 正常就要去冰 要去冰就要完全去冰 原來如果要點一杯 完全沒有冰塊的飲料 不是要說去冰 而是要說完全去冰 去冰還是有冰塊 消費者說這顛覆以往的概念 我們在比較三家連鎖茶飲店 通通都買去冰綠茶 外觀看上去 這三杯飲料中被民眾質疑的 茶飲店 飲料杯可以看到一顆顆冰塊 明顯浮在上頭 另外兩家茶飲店 去冰就是完完全全 沒有冰塊 去冰還是完全去冰的話 那當初消費者在訂購的時候 業者就要講清楚 截至目前為止 店家還聯絡不上 不過去冰還有冰塊 賣飲料的民眾說 和一般認知大不同 尤其是外送 店員如果沒有特別說明 顧客也搞不清楚 去冰有沒有完全 這兩個字和心理預期有落差 這台電視頻 王世函 台中報導 觀眾朋友 我們來討論的 子羽